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 申请检讨SRC国际公司 舞弊案终审判决的司法审核 今天在联邦法院开审 首席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毅 在开庭后率先针对 五司阵容提出了反对 坚持五司必须是由 联邦法院的法官组成 但是当中涉及了一名 上诉庭法官 因此希望五司能够重新定夺 拿多阿布巴卡是否合适审理此案 结果辩方的反对无效 上诉庭法官无需退审 以东马首席大法官拿多阿都拉曼 为首的联邦法院五司 今天开始临审前首相纳吉的 SRC案司法复合申请 在嘉瓶监狱服刑150天的纳吉 今早8点40分左右 抵达布城司法宫 不少支持者在场外高举 肖像声援纳吉 审讯开始后 纳吉的首席代表律师 沙菲宜率先针对五司的阵容 寒阔一名上诉庭法官提出反对 认为阿布巴卡不宜列入五司之一 因为根据1964年法庭司法法令 第74条文 联邦法院的法官阵容必须由所有联邦法庭的法官组成 继而希望这名法官主动退审 不过 主控官拿多西丹巴兰反驳说 联邦法院第122-2条款允许上诉庭法官参与联邦法院审讯的安排 针对法官持反对意见的前提是 必须显示存在真正的偏见危险 他指出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文选择阿布巴卡列席五司 符合第122条款 辩方抗议法官阵容是冒犯和藐视的行为 更不应该寻求对诉讼程序的任何特殊待遇 然而 沙菲宜说 东姑麦文没有出示任何理由说明选择阿布巴卡的原因 他指出目前还有7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供选择 镜头转到霹雳州 一名28岁的乌易青年 因为用手机传送淫秽的照片性骚扰女子 今天在刮拉江沙地庭面控 被告莫哈默阿斯拉夫俯首认罪 被判罚1万令吉 根据控状 阿斯拉夫被控在三年前通过社交软件 Telegram传送淫秽的照片给一名女子 受害者在2020年1月9号 早上10点读取讯息之后 向警方报案 被告同年10月遭到逮捕 由于被告的行为 抵触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1-A条文 阿斯拉夫俯首认罪之后 法庭判处被告1万令吉的罚款 并预令男子销毁 涉案手机的记忆卡内容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以半年的监禁取而代之 马星社电视采访报道 第233-1-A条文